2019年健康保险已经正式开始投保 加州全保执行长向华人社区宣扬健保的重要 特别选择华兴保险的哈岗总部 作为加州全保宣导哈巴士的首站 选择以华人为主的亚裔社区哈岗 作为宣传巴士的第一个站点 实施5年的加州全保特别联合华兴保险 呼吁民众不该对自身健康心存侥幸 多数人认为他们不会痊愣 他们认为他们只要打架 主题的主题是生命可以在一瞬间 因为多数人并不计划打架 并不计划打架 并不计划打架 健康保险是在那里 并不计划 2019年的新税法即将上路 从明年开始没有购买健康保险的民众 并不会遭到罚款 但是没有健保的民众 很可能面临更大的代价 帮助在美华人更加了解健保的注意事项 华兴健保提供最专业的咨询与分析 我们华兴保险每一年都有提供免费的中英文的说明会 关于健康保险 我们也有提供这些健康保险的指南 那希望也请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 提醒民众如果想要在明年1月1日开始使用新的保险计划 千万要记得在12月15日之前进行转换 观众登记免费咨询请上华兴保险官网 东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